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行动作案的位置 4500的薪资 我们提供住宿 地点在天津 好的 范莉莉 你可以问陈晓波一个问题 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选择优赛生命 或者谢谢再见 倒计时开始 谢谢再见 你看一定是 范莉莉 你最后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感谢陈晓波 他跟他走的一样的路 可以说谢谢再见 这个结果我觉得到 不让人意外 但是我看潮汐有点激动 我都站起来了 你站起来干嘛呀 好 想知道什么原因是吧 第一 你不适合影视圈 好吗 那是一个美丽的梦 不适合你 第二 远离损友 好吗 谁是损友 我是损友 对 是的 我 是的 你跟着他 你觉得你 见识了很多的新鲜的事业 其实只不过他觉得 你是一个很好用的小跟班 然后你身上还有价值 精巧 老师 那您说这番话 对他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只是 如果说你是我女儿的话 我只是告诉你 远离损友 好吗 你知道我对他有多好吗 你知道在他最难的时候 我都在帮他吗 你不了解 你看到的都是表面 你有你的理由 我只是给出我的建议 你不能给他建议 来抨击我呀 我不想解释了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 我说损友你未必懂 虽然我觉得西哥那个出发点 我是不支持 但是他我觉得你们两个 保持一个距离 我是支持的 他现在独立不了 他现在只有跟着别人做 他怎么独立啊 但是如果你始终在他那里 够不到他 然后但是今天小波总给的机会是 你可以独立 然后重要的是你能够进入职场 真正的职场 你能够知道职场是什么 团队是什么 晋升是什么 然后这个机会如果他得到的话 我觉得对他不是一个坏事 你觉得在影视圈里能有什么机会呢 赵老师 真的 您的性格跟我是一样的 都是直爽率人的人 但是您也知道 像他这样的人更需要有一个人 能给他一个方向 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平台 给他点时间让他去成长 你知道吗 我再多说两句 他跟你的时间越长 他越容易迷失自我 他哪迷失了 我跟你说他坚持得好着呢 那样吧 他很坚持自己的 从来不为名利 不为那些东西所动摇 我规定他是想让我变得更好 然后一步步在教我 别人是看不到的 总觉得就是说 他是在利用我的单纯 或者什么 但是不是的 因为我们中间的事啊 什么东西 没有人就是能体会 我想说说 我观察到的一个细节 在我让他倒计时考虑的时候 他看向了赵丽媚那边 他看了只一眼 然后你们三个在窃窃私欲 利媚没有注意到 然后他做出了选择 我从这一个细节啊 判断出 潮汐的担心有一定道理 就是利媚 我跟你说心里话 你们俩这两场面试下来 我打心眼里觉得 你其实一直以来 也挺保护他 他现在就得守着你 他要真不守着你 守着别人 我觉得他更容易被骗 这是我对你的认可 但是利媚 赞 利媚 我说句心里话 你准备 如果把你比喻成拐棍 你准备让他煮 你煮到什么时候 其实我说实话 我想让他就是煮一辈子 利媚你换个角度想啊 可以煮一辈子 那是心灵和灵魂层面 但是在事业上 我希望你们俩可以并驾齐驱 利媚我想说一句 如果你想让他煮一辈子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在你的心底里头 对他的尊重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点 我们也忠心的啊 希望你们两个人 通过今天的面试 第一公司别分开 公司别分开 第二希望你们两个人 真的能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好吗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莉莉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在上台之前 有想到过这个结果 因为我对我自身的能力 是有认知诸的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的意向就是 理事行业和直播助理 机率就很小 如果留那我就选 没留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就像没有一个人 其实说是带一个新手 对 这也是我们照顾路 愿意带着我 也是一种保护的一个